大家好,我现在青海省西宁市 今天我们就看一下东关清真大寺 大概再走个几百米就到了 看一下这个建筑 应该是刚刚建好的 金碧辉煌啊 这边写的是东关清真大寺 我来看看往哪边走啊 这后面是美食一条街 桃子,芒果啊 这边好多都是地方的特色美食 往这边走啊 我在地图上看了,应该就在这边 找到了,这边就是大门口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 那这个应该还不是正大门 正大门应该比这个大 看一下那个灯上面好多鸽子 这些鸽子喜欢灯高望远和人一样 这个建筑还不错 我知道了 刚才我就是在这个新建的房子的外面 现在转进来了 建好以后那个有可能是正大门 是吧 这样看起来还是挺好看的吧 看一下这一排树 树正好在这个房子旁边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特别的好 然后这中间有好多大的伞 这个燕子 它就喜欢在古建筑旁边 飞来飞去 因为他们在这里安家了 这里始建于北宋 距今900多年 在1913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建设 后来也进行了升级维修扩建 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值得来一看的 这个树配合在房子旁边 这种感觉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特别的那种合理 知道吧 这样特别好 可以在二楼小阳台坐在那里 那这个大门口应该是 这个它也不能说是大门口 就是重新建设了一个更大的房子 左右两边 它那个时钟的时间应该是正确的 8点25分 全国各地看到过很多的清真寺 那这个绝对是最大的了 现在我们去找正大门 应该往这边走 因为我刚才走的不是正大门 里面不能随便进去参观的 我们在外面看看就可以了 看看这个葡萄架 挂在阳台边上 上面结了很多的葡萄 这个感觉怎么样 环境还是没得说的 还有这些树 这些树少说也有100年左右的时间了 这是什么树啊 我也不认识 这个大伞真的挺好 这一旦张开 面积可大了 夏天的话可以在这里撑凉 对不对 有没有制高点 制高点的话可以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那个新建起来的那个房子 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像这样的 实木的会更好看 因为它那个不像是木头 像是一种 什么板材贴的 对吧 但这个钟楼很好看 那个钟楼的话 看起来相当的精美 看一下这面墙 这个墙是雕刻出来的 是一种砖雕 这个砖头 还挺大的一块砖头 是吧 上面有梅花 松树 牡丹 对吧 四季同春 这个雕刻的还是相当精美的 这就是刺槐树 刺槐树 好多地方都有 那我在 我来之前我做攻略了呀 我做攻略我看到有个正大门的门口 怎么大家没找到呢 看看这个花 这个牡丹花也很精美吧 哇塞 这个立体感不得了啊 国色天香 它这个砖头 因为它很好雕刻嘛 它如果是纯花钢岩的话 那可不好搞 那我怎么就没有找到正大门呢 我到现在 这个也不是正大门 你看 这个一走就出去了 那那个正大门到底在哪呢 一共有三个门 我刚才进来的应该是蓝门 现在我从北门出去 我身后的这个是小门口 那如果找不到那个正大门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在升级改造的这个 这条路叫东关大街啊 然后这边就是主干道了 然后正大门的门口 它一共这是北门 我进来的是蓝门 它那边在修建的那个楼啊 应该就是未来及以后的 真正的大门 我之前做攻略查到的 那个资料的那个门 就是有人站在那拍照的 应该就是那个 只不过它升级改造了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